不過我們曾經鬧過比較過分的 就是喝童子尿 我跟你講 童子尿 但是我跟你講 我經常不是去鬧的人 因為我都旁邊看而已 因為萬一他人家喝出什麼事 不要說是你 對不對 其實我們可不可以這樣子講 這個越是所謂的名流的婚禮 越不可能出現這些很奇怪的舉動 因為客人都會覺得自己也是somebody 也是抹人 對不對 所以我去參加過幾個的 所以為了證明我們是名流 我們去人家婚禮的時候不要鬧成這樣 對 沒錯 這個是我真的要講的 名流 我們怎麼可以這樣用高跟鞋跟鬧 然後那個名流 我貴妃 然後我覺得越是 現在大家都很希望有一個 尤其新娘 有一個非常美好的回憶 所以去鬧人家這種的話 其實我覺得基本上是不受歡迎的 所以可不可以我們希望我們的婚禮 可以慢慢走向一個 就是說比如說現在很多的婚禮 會把座位都排好了 然後你也不用跟一堆不相識的人 坐在一起 我參加過一個婚禮非常有趣的是 人我就不講了 後來因為洞房不是設在自己家裡 而是設在一個飯店的 而且是總統套房 所以我們有幸進入總統套房 去那天晚上去混了一下 也是因為這個婚禮的關係 然後總統套房裡面 當然也可以鬧到很過分 就是說像什麼地蠟燭什麼都可以 因為那個已經是比較少的人了 可是還好我們當時就覺得說 大家進去裡面 然後也表達了我們的歡喜跟善意之心 然後就覺得應該把那個時間 先留給那個新聞的兩個人 對 滿像就是董事 有人鬧洞房鬧到就不走 人家那已經在急著 對 而且我覺得很重要的 就像剛剛那個 我們的詹老師講的 那個第一個晚上 不管你是不是出業 總是一個絕對值得記憶的事情 尤其我那朋友為什麼安排在總統套房 當那個他們的第一夜的住的地方 因為這個以後絕對是一個講給子孫 非常好聽的事情 所以那人一定要多少 總要做的 多少 多少 多少使用一下設備 不是 我一定要專頭 但是一定要有半頭 對 那更奇怪的是 因為我之前有帶 有的人是說 有的 沒的 給你睡作會 多少吐兩個 給洗 你怎麼說 沒有 你這樣講已經透露了 那個新人有病 因為吐兩個就有那個 多少 那可能有病 實際就是我之前有帶過團 帶了十幾年 我到了東北 中國的東北那邊去 我們過年帶團過去那邊 正好約他們結婚 新郎既然是個老頭子 新娘是個年輕的人 後來我去打聽好奇問一問 原來這個新郎真正的身份 是在旁邊那個 那個是他爸爸 然後這個新郎是要到廣東去上班 一年只回來一次 所以行房的時候是 新娘跟爸爸行房 我們稱他為爬灰 爬灰 因為他們觀念認為 我是爸爸的肉 肉區的延續 爸爸跟他怎樣怎樣 跟我跟他怎樣 是一樣的意思 這新娘業是給他爸爸的 那將來他 怎麼會有這種事 百分之百 他們是亂倫 他們在東北的那個村落裡面 有這樣的一個就是說 對 怕他外面偷吃 或是被別人騙 那這給我一個機會 展現一下 為什麼爬灰 是指公公上的媳婦 對不對 叫偷媳 因為以前的那個香爐裡面 因為燒金紙那有媳 對不對 久了久了那個媳 會黏在那個香爐裡面 那那可以賣錢的 那要刮那個媳 要偷那個媳 要把那個香爐 偷偷先爬掉 對 才能偷那個媳 所以偷媳婦叫爬灰 哇 美人你這個長得回去的 果真很了不起 沒有啦 沒有啦 其實這是王瑞德告訴我 這真不可思議就是 我們到西藏的時候 看到人家裡辦喜事 可是新郎是兩個 新娘是一個 對 我們覺得很奇怪 大家都弄個三批很奇怪 在那邊的女孩子很苦 要維持家計 她必須要生活 男人哪 兩個兄弟 男多女少 親婚夜市 真正的你們說的三批 我有一次去香港 去香港參加一個 其實也算是名流的婚禮 就是 香港的婚禮才好玩 先打牌 對沒錯 然後八點半九點才吃飯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剛剛詹老師說要出業對不對 新郎跟新娘都在牌桌上 打到天亮 那這怎麼進行那個 那是香港人的困難 不用我們來幫他解決 台灣的困難比較麻煩 台灣喜宴整新人的方法一覽表 那我講這個就是 還是 因為上次那個悲劇 提醒我們 對不對 高跟杯酒 這最噁心 你想想看 新娘 我們是不是整天穿那鄉 對啊 對不對 所以現在都穿前面有漏洞的 好不好 女口鞋 女口鞋 可是有人講說 新娘鞋不可以有空 對不對 對 不可以有洞 對不對 也不能穿娘鞋 要管他的對不對 最可怕的是裡頭什麼都加 對 什麼胡椒粉 胡椒醬 醬油 這我不曉得是哪一年哪一月 哪一個瘋子發明出來的 OK 而且開始的時候 我認為大家是好玩 說你進到這一桌來 為了顯示我們的交情跟你很好 所以呢 好像可以拖了你比較久一點 讓我們這桌也比較有面子 所以說開始玩遊戲 開始會丟一個 比方說丟個葡萄 你要從這邊放進去 他從哪邊 拿出來 然後才表示你過了我們這一關 酒我們才喝 這一開始本來是只有禁酒是這樣 那後來大家越玩越瘋 越過 原桌武士 新郎 新娘拿凳子坐到桌面上 供飲童心酒 那所以這個必須說 他小時候有在李唐華那邊待過 好 不然我覺得太噁心了 再來 愛的蘋果 要求新娘削蘋果餵新郎吃 皮果皮不准削斷 斷的話 罰新娘長吻新郎十分鐘 那這個就一刀給他斷 就直接吻就走了 對不對 再來熱情的冰塊 新郎將新娘抱起來 你有沒有想過 他不要大家說得好 他們的身材說破他起來 對不對 真的 接著好友兩三人 將事先備好的碎冰塊 倒入新娘懷中 然後眾人一起擁抱這對新人 讓新郎冷得過癮 這樣有的是說 就放一個勾勾 然後放冰塊放在這邊 就是放在胸口 然後去舔喔 香酥巧克力 有女性好友用巧克力汁 在新娘的胸口擠出心形甜蜜液 然後要求新郎當眾舔腸 一次心心相應 這個要有一個前提 就是那個禮服 是我們自己買的 對 不是 這個前提 要付錢啊 那個酥的禮服這樣 很貴 很貴耶 其實這些保守 都是到酒店去學出來的 你知道嗎 不是酒店封包的時候 那男人玩得 我跟你講玩得比這個還過分 郭大哥你怎麼這麼聊 你常見嗎 我去採訪過 1 2